信心是吧 如果你物价搞乱了是吧 老百姓怨声再到 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 好谢谢谢谢 你好那个我是做那个水果和那个蔬菜一级批发的 因为那个刚才刘老师说这个是绝对是正确的 因为现在这蔬菜的价格真正来说 现在是最低的时候 现在是最低的时刻 最低 包括你们经交商这些根本没有赚钱是不是 呃我可以跟你说把这素质完全的跟大家说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广东搜的贬道是七毛钱左右搜的 现在七毛钱 我们现在在市场发是一块一 应该实际上我们每一街号赔一毛多钱 嗯 实际上咱说每去年这个价格 我们这时候批发的是两块一 两块一今年呢 今年实际上我们发批发价是一块一 是一块一 哎如果数字来对比的确是这的确是往下降吗 对的 所以说呃实际上这个价格高和在市场整个流通环境这个里头有点问题 因为我们做一级批发的我们是做全国的 就我可以代表全国这个就是我们的批发商都在可以说的这个声音来 好谢谢来福岩来补充一下福岩这个之间的差别感 你看王军先生刚才说的他是个文字游戏 这就是说明你是一个感性的 一个学者要上升的不是老百姓的感觉降了上来就涨下来就错 你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只会说四个字 冷热涨 确定超过八热了低于八又冷的不得了 GDP低于三通货紧缩回字不去 高于三通货紧缩又来了 物价上涨就是物价的问题 通货膨胀是你发行货币多了 那如果你判断是通货膨胀你采取是通货解措的措施 你说判断的是物价流动渠道供求属问题了 你判断你是跟老天爷斗争你还是跟囤军徐席斗争 而你不会去拿货币正常我开玩笑松松紧紧紧紧紧紧松松 来等一下 王军你听到这个你还觉得福音大哥是在文字游戏吗 考察这个通货膨胀我们说它实际上从这个经济学定义来讲 持续的全面的物价上涨 那么持续呢一般比如说持续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以上 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就是有持续性的这样一个物价上涨 我们就可以把它界定为通货膨胀 那么看从今年的这个物价上的那个趋势来讲 那么我们说在3%以上的已经超过半年 那么这样一种应该说 本身CPI反映的就是一个价格的总水平 那么当然它有结构的问题 有结构性的因素 因为我们国家由于二元经济这样一个背景 可以说从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 历次通货膨胀 没有一次不是表现为结构性的这种特点 没有一次不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为突出的特点 谢谢谢谢王菊的补充 专业我特别提到一个问题 许多的经济学者抛出了另一个思维点 是认为说我们政治的经济水准是不断在往前走的 你如果经济水准往前走 你当然你容忍的这个水位应该是水涨船高 看看丽丽您怎么说 中国经济人能维持9%的经济增长率 通货膨胀紧接线不应该局限3% 而是可以提高4.5% 再来看看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委员 王吴晓琳他怎么说 他说3%目标可以放宽到5% 只要不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因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 适当的通货膨胀 它是对经济成长是有好处的 这两个一个提高了4.5% 一个5% 他背后都认为说 因为我们的经济经济能够维持9% 是不是合理的推断 可以接受吗 我不是太同意 为什么 通货膨胀 实际上 最后它是有粘性的 而且是有预期的 如果你允许它更高的通货膨胀 那么它会使人民的预期 使人民的心理认为 政府不会做更严厉的措施 来控制通货膨胀 那么通货膨胀会更高 这个反对它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 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 现在最高的时候达到12% 我们的CPI才3% 这个怎么搞也不可能 就像30一个所谓高点 我认为5-6 确实一点问题没有 相对比例 这是第一吧 第二个 就是价格上涨 就像他们为什么会感受 就是像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 实际上是他们收入增长太慢 不是因为价格上涨不合理 如果收入 我认为感受是一种 两个之间的反差导致的 所以他们被那些误导的 货币通货的理论 高卧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 这个观点早就应该丢掉 李明先生 当然我年轻人 我可以狂妄一点说 就是在百度百科上面 有一个叫宠物经济学家 他排第一的 当然他说出4.5这个数字的时候 有人问他 你这4.5来的 是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我相信你他的税数 现在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研究 到底通货膨胀多少适合中国 这是一个很深入的 需要很长时间的研究 我相信他老人家 没这时间去做 而拍脑袋拍了个4.5出来 而且我们的列宁同志 说过一句话 通货膨胀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那李明坚持的意思就是说 3%的剥削还不够 可以提高到10.5% 我非常赞同对方朋友的说法 其实我认为 李宁宁老师和吴晓玲主任 他们之间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 而不是说由他以一个人来拍脑袋 来决定的 他们是由团队来完成这个经济预测的指标 而我是在人民大学听过 李宁宁老师和吴晓玲主任的报告 他们的报告当中会引出好多的数据 这些数据的来源都是真实的 而且他们认为在我国物价维持在 我国GDP增长在9%的情况下 是完全可以满足 是CPI提高到4.5%的 各位先生看到 我们不光是菜价 我们各个方面的价钱都在上涨 在这个价钱上涨下 包括这两个经济学家 他讲的一个4.5的问题 没有包括汽油价钱 没有包括车价房价 这些价钱都没有包含进去 然后只赚了一部分的价钱 如果我们相信 如果把那些都加进去的话 我相信现在应该是8的 8的有可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老百姓钱也没有涨 我们老百姓工资没有涨到 那个这个货币的发行量 那个升幅 也没有涨到那个基本CPI的涨 涨过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不叫通过膨胀 你叫什么 价格上升 千万不要入推仗 为什么通账是多发票 刚才两位先生都说是多发的票 说我们发了多少万亿 多少万亿 我告诉大家 中国是个什么状态 现在银行里是存差 你这意思吗 存款大于贷款 如果是贷款大于存款 票子多发了 是印出来的 但存款大于贷款 那么最后的结果 必然是有产品卖不动 有人要失业 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当年卖得掉 现在我们存在大量钱 为什么 老百姓不敢消费 有社会保障压着 怎么办 37%弄银行去了 那么这37%的东西就卖不掉 那么生产这37%的人就要实验 那么现在你如果都带出去 它又变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让它来结合 又创造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存差的情况下 出现了所谓四大胜余 什么产能过胜 产品过胜 刘东勋过胜 劳动力过胜 这样一个国家 能有什么通货膨胀吗 你多发票子了吗 你根本没有多发票子 而是 刘东勋过胜 干脆两个线都看着 就像我这个水似的 它越来往上涨 你害怕了 我16.5 18.5 我来得给你存个准备金 其实呢 外边的土都干裂了 光就都汗死了 我们广大的解决就业96%的中小企业 融资成本是20多 知道吗 它捞不着钱 嗷嗷叫 你现在的流动性过多了 是流动性不让流动 让资本失业 资本失业就等于意味着劳动力失业 到一层找不到工作 你像这种水似的 你怎么怎么颠量你的货币账 好 你给我解决纯差的问题 那等一下 这里头当中的这个水位来讲 大家看法不一样 还有如果讲的水位过高区上 你讲的还有其他地方是干涸的 是不是拿这些水去补充 其他的干涸地方就是有效的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继续来关心我们的物价问题 货币的这个流量 还有它这个流向 它很多还是有效的 我们现在的货币流通量很大的流平量 流通量无效流通 M2的增长 这个超过GDP增长很多 我想最终会通过各种渠道 会造成通风的 货币发生多了 一定会发生通风扇大 这个观点绝对是更圈的 所有的超花 实际上是 上 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